大家好,我是原媒体虚拟主播,月安。 乌俄战争开打数月,乌克兰不断向西方要求更多军援以支援前线战役,立抗俄罗斯的入侵。 俄罗斯则在乌东两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部署更多军队。 外媒报道,西方官员预测了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5号报道,多位专业专家与西方情报部门的人士称, 官员们认为,乌俄战争正处于可能决定冲突长期结果的关键阶段。 此一关键阶段迫使西方政府要做出困难的决定,是否要继续提供乌克兰武器与军援, 但此举将会对国内经济情况与军武储备状况造成负担。 西方官员预测三种乌俄战争可能的结局。 一是俄罗斯可能会持续,稳定地在乌东的两个关键城市驻守,并化为国土。 二是获助战争持续,双方将持数月甚至数年,造成大量伤亡,同时严重消耗全球经济。 最后一种是,俄罗斯重新定义战争目标,并宣布胜利,但西方官员认为这是最不可能的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近日发表谈话警告各界,我相信,如果乌克兰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抗,俄军将会走得更远。 抑制乌克兰迫切地需要军武,而俄罗斯正在步步逼近,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放话,俄军可以打到乌克兰首都基辅。 外界也同步预测俄罗斯的未来走向,西方官员表示,并未看到俄国有对乌克兰战士减少人员或是成本,俄国当局仍然坚信他们将会取得成功,不论是控制乌克兰国土方面。